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这个是从2011年 就是中旬的时候 我俩在网上认识的 聊了有大半年吧 然后2012年的时候 谁聊谁啊 我聊他 大概是我加的都不加我 我加了三次才成功 完了聊了大半年的时间相处 然后呢我就2012年春节时候 过完春节我就去找了他 给他接出来上那个外地演出 我俩准备做搭档 你们俩一般大吗 我比他大一岁 你大一岁 做搭档做啥搭档 但是歌都不会唱 但是你就是怎么说呢 搭档一点 比自己演出效果好一点 要做一下陪衬吧 其实做搭档是 是次要的 主要是当媳妇 你这么说 也许吧 那会儿就是真是 想奔自己搭档去的 那会儿去的 去的然后吧 我给他带出来了 上唐山演得出 演出我俩吧 相处得有三个来月吧 就属于谈恋爱了 就出对象了 那时候就感觉他对我挺好的 谁先说呢 他先说的 又是他 又是他 他说咱俩说对象吧 我说我没同意 我瞅得不像啥好人就长着 因为他长得也不好看呢 你说感觉 配你还可以 就感觉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挺贴 像是假如我要在那块 就是一天我俩不想出累了吗 完了他就只要 虽然说他个子不高 就去给我打点洗脚水 给你洗脚吗 对 给我洗脚 完了像有时候我不爱动的了 他就出去帮我买点饭什么的 虽然说他每回买饭回来 都是大汗淋漓的 就感觉他特别好 但是那时候 这算啥 我们都干这个 潮汐 这最基本的 主要是他的身高不有限 他能干得起 我就感觉心里特别知足了 你的身高还是有优势的 还行吧 那时候感觉就是心里 反正也算是有点压力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但是他上面有几个姐姐 反正心里有点小压力 但是总体来说 他对我特别好 我就挺满意的 他就同意了 现在我们也算是 幸福的三口之家了 你说啥 三口之家呀 你这个子怀孕 你会有危险吧 可不 这个相当有危险了 就跟普通人 承受的能力是一样的 他的体积带着呢 我顶着肋骨嘛 顶着了 然后我说把这个 就是孩子有了 这怀孕是有危险的呀 对 危险 我说不要了 就是不要了 什么不要啊 你开始干嘛去了 你开始就应该问医生 能不能要孩子 然后要不要做好防护做事 那我也小嘛 然后说就不要了 我怕他身体承受不了 然后就不要了 但是我媳妇 特别心疼 懂事也 他怀孕得多受苦啊 是呗 然后他就说要吧 然后咱俩 也好不容易在一起 就是 然后呢 在一起了 然后咱俩就 把这孩子要了 为父母有个交代嘛 闺女还是小子 闺女 或者把这孩子要了 孩子身高正常吗 现在看的正常 正常 那还挺好的 这怀孕十个月没少受罪吧 确实没少受罪 因为我的体积 照正常人的体积 肯定是那个矮小 但是我怀孕的身高 就是肚子 照正常跟普通人的一边大 生下来都是重啊 生下来五斤四两 呦 好正常的 嗯 他照顾你 照顾的好吗 我照顾了 怎么说呢 就是我俩叫了那孩子吧 嗯 三个多月 我就给他送回老家 让我妈父母看着 我跟我父母说 我说你先看几个月 我出去挣点钱 我说孩子必须生孩子 必须要钱嘛 我不想让家里的要钱 生那孩子 我说我自己出去挣两个钱 挣两个月钱 我干了有四五个月吧 挣了点钱回来 然后我临生前两个月 我回来陪着他 一起生完那个孩子 一起生完这个孩子 好想你生死的 我得陪着吧 那个孩子 村产房里面抱出来的时候 你啥感觉啊 那时候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 自己会当爸爸 没有 就是喜不得惊那种感觉 太突然了 女儿会叫爹了吗 会了 叫低声爹的时候 你哭了吗 我没哭 我感觉挺好玩 是挺好 跟你也差不多大 是挺好玩的 真是王俩的 我有点太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 是这样的 孩子要直到五六个月以后 你才会感觉 你才会真正的适应了 这是我的孩子 对 有点太突然了 那今天有什么心愿呢 谁来说 你来说吧 你来说 来 你也灵活一点 你能自己下来吗 这个可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给我媳妇补办一场婚礼 来请回 能上去吗 可以 你们俩还没办婚礼的 这个 我俩还没有办婚礼 怎么说呢 这个报喜不报忧吗 其实你看着我俩就是挺甜蜜的 其实我俩在一起也非常的坎坷 谢谢大家